历史知识早知道,敦煌克代表有话说 千古女帝武则天,上城贞观之志,下起开元盛世 在历史上可以说武则天是唯一一个得到普遍承认和众人皆知的女皇帝 武则天原名武妹娘,据说出生那天天地变色 有道士进门献化,画上有字,称其为天子 老父亲当时就吓坏了,当时的李渊还在起兵反随 武家由于是富商,所以一直在资助李渊 所以在唐朝建立之后,武妹娘的父亲 武士约就败了官职 而武则天十五岁时,唐太宗李世民听说的非常有才华和颜值 于是招他入宫,封为才人 因为武妹娘的帝王之姿唐太宗非常欣赏他 直到晚年时,一直都是武妹娘陪着他 也就是这时候,武妹娘认识了被册封为太子的晋王李治 从此在侍奉太宗的时候,两个人越走越近,互将倾慕 在太宗皇帝驾崩之后,武妹娘就按照惯例消化维尼了 可驾不住唐高宗的喜欢,把他借了出来 在经过一系列快制人口令人支持的宫斗大片之后 武妹娘终于当上了皇后 年过三十的他也是越来越狠了 先后罢出了楚岁良 含怨来即,最后除掉了长孙无几 至此,高宗基本实现了君主集权 更是在高宗后期,唐朝出现了朝堂双胜的局势 武皇后代理朝政 高宗死后,数个李家太子辈扶上皇位 但都被武妹娘拉了下来 于是在大势所趋向,武妹娘利用佛教传授成功登上地位 称为千古女帝 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大家对于他的口碑并不好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敌人节系列中 昏溃无能霸道自私的形象了 不过武则天对于历史的影响不言而喻 一个是打破了古人对于女子的认知 一个是留下了无子卑等一系列文武瑰宝 风宫伪迹自然不少,缺点污点也有很多 可能这就是登上地位所要付出的代价吧